人選之人 造浪者 演員黃建偉日前被踢爆下要性侵後 又有一名人夫L先生出面透過媒體指控黃建偉涉嫌性親妻子後 反悔300萬和解金 還找來黑幫人士對他嗆聲 對此 黃建偉透過經紀人表示 確實有和L先生的前妻交往 但當時他們已經離婚 今13日清晨黃建偉還原與W小姐交往始末 當時確認過女方的配偶藍式空白對於不實陳述及沒有做過的違法行為 寫下 我真的無法道歉 黃建偉在臉書表示 與2010年認識W小姐 到先生前妻最初相識時得知女方曾經有過婚姻 已經離婚 我有請她給我看她的身份證 她給我看後 我確認過日期 以及空白的配偶藍 之後我們相戀 正式交往 兩個月後 W小姐懷孕 我們決定找房子一起住 想要開始新的生活 一起迎接未來 黃建偉表示 搬家後不到一周時間 某天W小姐回娘家時 我回到租屋處 開門以後發現楊先生就在我的客廳 我當下強烈的恐懼 楊先生說她的朋友就在下面 我們好好談 她的朋友們就不會上來 於是 我被她限制行動了將近12小時 她稱是在恐懼無助的情況下寫下和解書 之後她帶我離開 我從提款機把那時候賬戶所有的錢提給她 大約7萬多元 這是我非常痛苦的經歷 我無法保護自己 也無法保護自己當時所愛的人 黃建偉指出 到男士後還曾尾隨潛入父母家進行脅迫 全家因她擔心受怕 為此不堪其擾 後來委託認識雙方的中間人去談 請對方別再來打擾 聽中間人後來說 過程平和 楊先生答應不會再來打擾我和我的家人 此事到此為止 黃建偉說 2017年楊先生又再次透過第三者來勒索要邪 於是她展開漫長的自我改變和學習的路程 一直到現在還繼續 對於自己有過的過錯我會面對 並且彌補改變 也為保護愛我的以及我愛的人 話風一轉 對於沒有做過的違法行為 或是他人不實的陳述 黃建偉強調 我真的無法道歉 我會繼續努力 感謝 謝謝